金刚经常讲的 佛祝福这些大菩萨 要常常护念小菩萨 小菩萨有个人之谜 他也有慈悲心 硬化到这个世间 有时候他也迷惑了 但是他很聪明 这些大菩萨在旁边照顾他 什么时候原成熟了 一点他 他就醒悟过来了 这些醒悟 一觉之后 真的 至少分别执着 他就放下了 所以境界虽然是普通常识 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有时候 我们也被迷在里头 那就变成障碍了 自己想往上提升 就难了 甚至于将来往生都造成障碍 那么这里讲到此地 不能不多说几句 自己要常常想想 我们还是会起心动念 还有分别 还有支柱 这是不是各因之谜 各因之谜 各因之谜 讲得通 为什么呢 各因之谜 是所有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没有的 佛菩萨要硬化到这个世界来 还有没有各因之谜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社法界里头 四圣法界 神闻 原曲 菩萨 佛 有可能有各因之谜 为什么 他没坚信 没坚信 这一些修行人 他们的智慧 德能 神通 那都比我们大多了 我们跟他不能比 他们会不会到这个六道来 度众生 有 六道里头有有缘的人 有缘的人念他 他也有感 他会来应 但是他应声到这个世界来 小圣嘛 不是大圣 是菩萨 不是摩护萨 诸位也知道 社法界以外的 就是 社报庄严图 那叫摩护萨 社法界之内的 四圣呢 我们称菩萨 菩萨 摩护萨 那 金刚经常讲的 佛祝福这些大菩萨 要常常互念小菩萨 小菩萨有各因之谜 他也有慈悲心 硬化到这个世界 有时候他也迷惑了 但是他很聪明 这些大菩萨在旁边照顾他 什么时候元成熟了 一点他 他就醒悟过来了 这一醒悟 这一觉 一觉之后 真的 至少 这个分别执着 他就放下了 所以 境界 虽然是普通常识 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有时候 我们也被迷在里头 那就变成障碍了 自己想往上提升 就难了 甚至于将来往生 都造成障碍 那么这里 讲到此地 这个 不能不多说几句 其余 地情住行的 认识大臣连结 这个地情 前面讲得很清楚 别教 这不是原教 是别教地情 就是别教里面 是诸是行 是回想 三险菩萨 别教的 这个三险菩萨 没有除十法界 都在十法界里面 也就是 他根本无名 没破 所以你看 他什么叫两界 一时身心 另一时无助 他没有办法 也就是大臣经里面 讲 他还没有入 波尔法门 形象 波尔 身佛 波尔 动静 波尔 这他 他还没有 没有做到 没达到这个境界 波尔 反复绝分 反复六道 那怎么行 那怎么能跟人比 太大了 念念 念念 出生无尽 念念 涵 涵 涵 空游 所以 我们 齐心 齐心动念 一切造作 设方 祝福 看到 我们真心念 佛 求生 净土 一切 祝福 护念 龙天 山神 勇护 这是什么样的福报 三世 祝福 一起 来说 都说不清楚 太大了 这一句名号 实际上 就是 涉福王三世 所宣扬的 一切经典 总纲领 也是 一切经典的 总归一处 今次 净土 法门 教众生 持名念佛 令众生 集念 力念 前通 佛志 按货 道庙 巧入 无念 集翻 成神 这是 这个法门的 妙啊 真 妙啊 我不知道 你们同学 怎么样 如果你们同学 要心细一点 心地 妄念 少一点的 我想你们会发现 一个现象 那就是 讲无量寿经的 法语 特别殊胜 我自己一生地体验 我讲过很多不经论 法语最殊胜的 是弥陀经 跟这个 无量寿经 这总有个缘故 听众特别多 法门 说神啊 祝福 忽念 龙天善神 永固到场啊 这一点都不假了 法门 是好 可是 真正 入这个境界 还是少数人 在理论上讲 善道大师说的 善道大师 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那善道大师的话 就是阿弥陀佛亲口说的 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 为什么 有的人修这个法门 不能成就呢 佛没问题 法门也没问题 经典也没问题 问题处在修行这个人 这个人呢 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没放下了 纪念 他没有理念呢 这个纪念是阿弥陀佛了 理念前面讲了 这一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唤出 百千万亿妄想杂念 这叫真念佛了 一面念阿弥陀佛 里面还掺杂着 妄想杂念在里头 你把念佛的功夫破坏了 所以 你就没有办法 前通佛知 安和道妙了 你看你讲得多清楚 讲得多明白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 不夹杂 不夹杂 不间断 这样念呢 你就能够前通佛之 安和道妙 为什么呢 念佛就念到一心了 你看 四一心 就跟阿罗汉 辟治福 这个阶层 相等 李一心 那就是原教出入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那个境界 相等 你能念到一心不乱 而且这个方法 简单 容易 稳当 扩高 一点都不麻烦 这个教育通不通 没关系 所以有许多 不认识四的 没有修过经教的 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几年 真的 他什么念头都念掉了 他念到一心不乱 他自己并不知道 王神 西方极乐世界 他到方便图去了 这人很多 到十报图 大概人数少一点 到方便图人很多 他把执着念掉了 他什么也不执着了 单单 经上讲了 就叫你执着名号 执持名号 执持执着 执 是抓牢牢的 抓紧来 就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杂念都没有 什么妄想都没有 这个念佛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神同居图 神同居图 也神圣人 极乐世界 没反复 都是圣人 积凡成神 故书超越 就廉治大师讲的 月三起于一念 其住身于遍野 三起是什么人 我们现在很清楚 华言经上所说的 从出住 到登静 四十一位发生大死 他们无名断掉了 无名习气还在 到登静 无名习气断静了 需要多少时间 三大二生七戒 你看 超越三大二生七戒 一念 就这一声佛号 超越三大二生七戒 其住身 这住身就是 四十一位发生大死 遍野 阿弥陀佛 四个字 这第一句 跟着 跟发生大死 登起了 不是普通菩萨 发生大死 就是魔火萨 还有什么法门 比这更殊胜 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学这个经 你还会有问题吗 你学这个经 摄放三十 一切祝福 护念你 你看不见他 他看得见你 以前我们还有疑问 现在疑问没有了 我们相信了 肯定了 为什么呢 还原冠上 给我们讲三种周边 无论是 正报 一报 一报 里面的 一列未尘 他的波动 涅涅周边发解 涅涅出生无尽 涅涅寒荣空游 所以 我们齐心动念 一切造作 设放诸佛 看到 我们真心念佛 求生进度 一切诸佛 护念 龙天山神 勇护 这是什么样的佛报 三世祝福 一起来说 都说不清楚 太大了 这一句名号 实际上 就是 受放三世 所宣扬的 一切经典 宗纲领 也是一切经典的 总归一处 所以前面 这不是黄念祖 一个人说的 黄老祇司 也是秉承 历代祖师大德 所讲的 称信其谈 不要被 这个外面 传言 所动 我们的心定下来 定下来 深智慧 知道 如何应对 我们 见钱的 这些灾难 有信心 有决心 我们能够平安度过 外国人 将世界末日 中国人 没讲 中国确实 几千年来 太平盛世了 这个地区 是全球 是有大智之国 是非常 叫人尊重 敬佩的 那佛法呢 更没有 更没有世界末日 佛说 这个当然来只是 金道灭印 是佛的 释迦摩尼佛的法运 到最后 佛的经典 也在这个世间 消失了 这什么时候呢 这经上告诉我们 释迦摩尼佛的 正法 一千年 相法 一千年 末法 一万年 所以 法运是 一万 两千年 这个 用现在的话来说了 就是 世尊 教化众生的 影响力 在世间 有这么长 在空间 那整个地球 我们肉眼看到的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那不同维持空间 那就将是发解 所以有这么长的时间 在末法 九千年当中 末法已经过了一千年 这九千年当中 佛的法运 有兴衰 实际上兴衰 不是 佛的关系 也不是法的关系 是人 对于佛陀教会 相不相信 肯不肯真干 如果我们 深信不疑 认真 一教修行 那就是正法 你这一生 肯定 有成就 我们尽踪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正果 就是成就 而且是圆满的成就 这在这一部经 里面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就是正法 金教 灭尽了 舍在家 这一部经 就圆满 代表了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法 为什么 一切法到最后 都归净土 那净土 岂不就是一切法吗 佛特别慈悲 把这一部经 留到最后的一百年 末法最后的一百年 是什么本子呢 肯定就是现在用的这个本子 肯定就是黄念族 朱节的这个本子 金柱啊 都会留到末法最后 百年之后啊 这个经也没有了 这个世间也不在了 还有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能听到 这个名号 也能信 也能念 也发愿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 能成就的 这个是 如来 确实是无尽的慈悲 爱名 速破世界众生 那么佛灭度之后了 佛法在这个世界灭度之后了 我们知道啊 一切诸佛菩萨的大运 都是帮助众生 都是帮助众生 破弥开物啊 利库得罗 没有血气众生的 佛在不在世了 不在世的那个时候 地藏王菩萨 他在这个世界呢 他带礼佛 带佛 多何种事 这是在啊 没有佛出事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时间很长 弥勒夏神经里面讲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等底下一尊佛 就是弥勒菩萨 到这个世界来 视线成佛 就跟 释迦牟尼佛一样 八相成道 视线成佛 那个世界呢 就又有佛 说法了 所以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 有佛出事的时间 不长 虽然是一万 两千年 在我们看起来 很长了 但是在 无尽的 时空里面 一万两千年 很短啊 了解四十真相之后 才知道 遇到佛法不容易 所以佛常常说 人生难得了 佛法难闻 那我们今天 的人生 又遇到佛法 又遇到佛法的 上上惩罚 遇到华颜 遇到净土 希望同学呢 真的 精醒过来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成就 成就难不难 说难不难 说不难 也相当难 这个难与不难 全问自己 不能问佛 也不能问法 也不能去问别人 你真信 真法愿求生进土 真肯老实念佛 就不难 确实不难 如果你怀疑 如果你还对这个事件 还有留念 想去 又舍不得 离开这个事件 那就很难 所以一定 要把净土 要把净土 离世 因果 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信一信 就清净了 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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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当年在世 讲经教学 49年 他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帮助我们 断移 身心 我们听清楚 听明白了 把整个宇宙的源起 生命的源起 自己从哪里来的 苏婆是什么回事件 极乐又是怎么回事件 都搞清楚了 那我们就知道 怎样选择 知道怎样去用功 我们去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真的 究竟圆满的 福苦 那这就是 后面说的话 其有众生 知识经者 随意所愿意 结果得度 在法 灭尽的时候 遇到这一步 经 遇到 这六字 这鸿鸣都能够得度 何宽些债 现在 居立 这个 金道灭尽 还有九千年了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不要被 这个外面 传言 所动 我们的心定下来 定下来 身智慧 知道 如何应对 我们 进行 这些 灾难 有信心 有决心 我们能够平安度过 两年没见面 好像老了十年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了的时候 他就想病 这个地方痛 那地方痛 就常常上医院 这一段事情 他就想死 结果真就死了 都走了 很多同学朋友都走了 怎么会走得那么快呢 思想不振 想外了 这些老朋友看到我 好像我没有老 为什么没有老 从来没有想到老 今天想着金本 我要怎么样跟大家来解释 把金本里面的东西讲清楚 讲明本 从来没有想到老 年岁是年年增加 但是真的是不老 心经上说得很好 世界是空 空就是死 色不一空 空不一死 他把那个空 代表自信 我们用这个电视屏幕 电视来打比喻 空是代表屏幕 油是代表里面的频道 显出来的色情 世界是空 空就是死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不一就是一样的 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色不能执着 空也不能执着 一执着就错了 两边都不能执着 你才真正 其如 境界 那就是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真切入境界了 不执着就切入了 这个入 入的前不深 为什么 你不执着了 可能你还有分别 这不分别呢 那入的就更深了 到不起心 不动念 就全部 圆满的 切入了 圆满的是佛 深入的是菩萨 潜入的是阿罗汉 阿罗汉 菩萨 是佛教里头 用现在的话 是学位的名称 你其如实相 前身不一样 都入了境界 那个佛 就像波斯学位 最高的学位了 菩萨是硕士学位 阿罗汉是学思学位 真正其如 这叫学佛 没有其如的时候 那在佛门之外 怎么样用功 你没有拿到学位 拿到学位 才算是佛的 真正的佛弟子 释迦摩尼佛的学生 怎么拿到学位 放下就是了 你都啃放下了 放不下不行啊 为什么放下呢 因为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那真的就不必放下 假的 身体要不要放下 要放下 假的 为什么 它有生老病死 它不能永恒存在 佛法里面讲真假 它的定义 它的标准 真就是永恒不变 这是真的 只要它会变 都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动物 有生老病死 假的 植物 有生主一灭 也是假的 矿物 那这星球 它有沉住坏空 那也是假的 所以凡所有相 都不是真的 我们看到 夜晚的天空 看到无量的这些星球 无量的星系 都是沉住坏空 都不是真的 没有一个是真的 它就跟电视里面的屏幕里头显的现象一样 你不要以为它是真的 全假的 那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大臣教里面这个道理讲的深了 是我们意念当中产生的 什么叫造物主 造物主是念头 你不起心不动念 宇宙 里面 没有物质 也没有精神 念头才一动 物质精神现象就出来了 真的 好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 我们频道没有打开 关闭起来 它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佛家讲的 长级光镜图 念头才一动呢 画面出现了 那就是尸宝图 如果加上 分别呢 那就是四顺法界 再加上职责就是六道轮回 这些概念呢 我们要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你在这个世界就生活很快乐 佛法里面讲 发习充满 发习充满 长生欢喜心 这个发习不是外面刺激 不是说哎呀 你又说遇到什么习死了 发了财了 不是 你这个不相干 毫不相关 是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能于你看头一句话说 虚而实习之不宜悦乎 那喜悦 那是发习 佛法里面讲的时候 你在佛法里 这个是 修学习得受用的时候 真欢喜啊 从内心里的喜悦往外头流啊 真欢喜 这叫发习 发习充满 长生欢喜心 这个欢喜啊 是我们讲人养生 养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古人讲一句话说 人风喜四精神爽 一天到晚欢喜 他怎么不精神呢 他怎么会不健康啊 那你切入这个境界 你会把年龄忘掉 年龄忘掉 你就清纯永住啊 你就是年龄往上长啊 这不老啊 那这真的不是假的 人怎么会老了 到了五六十岁了 老了 他天天想老 他一想老 真的马上就老了 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 是退休 我过去好多同学朋友 在工作的时候 在岗位上 他没有想到他老 做事情都非常有精神 一退休了 老了才退休嘛 一退休马上就想到老了 两年没见面 好像老了十年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了的时候 他就想病 这个地方痛 那地方痛 就常常上医院 病一段时期 他就想死 那结果真的死了 都走了 很多同学朋友都走了 怎么会走得那么快呢 思想不振 想外了 这些老朋友看到我 好像我没有老啊 为什么没有老 从来没想到老 天天想着金本 我要怎么样跟大家来解释 把金本里面的东西 讲清楚 讲明本 从来没有想到老 年岁是年年增加 但是真的是不老 无论在精神体力的时候 都好像保持原状 二十六岁学佛 在年年都保持二十六岁的状况 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啊 现在人常讲 人定升天 要开发大自然 人定升天 话没错 意思错了 人定升天是这么讲的 就是能大使那个第四句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啊 那是自信本定 你要是正德了 那就升天了 真的 一点都不假 无相者 立一切虚妄之相 无相及立相 这几句话了 实在讲呢 他说得很清楚 我们要细心地去看 经上讲 十相 无相 什么叫无相呢 无相就是立 一切虚妄之相 所以无相跟立相是一个意思 立相呢 就是无相 那么什么是一切虚妄之相 在佛经里面 无数次的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为什么 因为一切现象 都是因缘生法 中文人都说得好啊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这跟我是佛说的 引用佛讲的 那么离是怎么离呢 离 执着 不执着就离了 执着就没有离 不要执着他 不要分别他 所有一切现象里头 不要去起心动念 你就全离了 所以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人成佛了 为什么 他立得干干净净 像这不在呢 像在 像是幻象 像是生灭法 实相 实相是不生不灭 实相是从体上讲的 虚幻 虚幻的像是从现象上讲的 大 讲到虚空法界 变法界虚空界 都是一个幻象 所以我们学过 望近还原观 你就很容易懂了 什么是真的呢 真的是体 一体 体是一个 自信 清静 原明体 那是真的 为什么是真的 会能大使 开悟的时候 讲的好 这个体 本自 清静 从来没染污过 现在也没染污 没染污 他永远不会染污 不生 不灭 本自 具足 这句话很重要 自信 清静 原明体 就是 尽宗里面讲的 长级光 尽土 这个里面 没有物质现象 也没有精神现象 但是 不能说他无 那为什么呢 本自 具足 他一样都不缺 他不羡击 第四句 能大使说 本不动摇 那换一句话说 他是定你的 昨天 上午 凤凰电视台 来访问我 他说了一句话 现在人常讲 人定 胜天 要开发 大自然 人定 胜天 话没错 意思错了 人定 胜天 是这么讲的 就是能大使 那个第四句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那是自信 本定 你要是正得了 那就胜天了 真的 一定都不假 不是说 我们人的聪明智慧 科学技术 一定可以战胜 大自然 别说大自然 别说大自然 连地球都占不胜 地球稍稍晃一晃 你就受不了了 你怎么能胜过他呢 一个大都市 几千万人在那里 一个大地震就完了 这大家知道的 这大家知道的 胜不了天 可是 自信 本定 你要是正得了 那就能胜了 末后一句 何其自信 能胜万法 能胜万法 跟前面第一句 本自居足 是正反两面 本自居足 是隐 复法将隐 能胜万法 是喜 献出来 这个自信 亲近 圆明体 就好像我们 眼前的电视 这个体是什么 体就是电视的屏幕 它什么都没有 它什么都没有 你不能说它无 为什么呢 频道一按 画面就出现了 画面出现了 不能说它有 你知道这个 这个真跟旺 屏幕是真 画面是旺 真旺是一体 哪一个旺能离开真 没有法子离开真 离开屏幕 它就现不出来了 哪一个真不在旺里头 这一个屏幕里头 每一个方寸 都在画面里头 但是真是真 旺是旺 真不是旺 旺不是真 对不对 换一句话说 真就是旺 旺就是真 真旺是一 不是二 对不对 也对 你得把这个搞清楚 所以佛跟我们讲的时候 设向 立向 设向立向 就设向无向 设向无不向 它是一桩四季 所以看电视会看 华言境界 会看的时候 能误入自信 清净 圆明体 那这就成佛了 但问题你会不会 我们为什么不会呢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 你起心动念 你有分别 你有知足 所以你永 你着向了 你着向了 你不是立向 你着向了 着向 是六道凡夫 立向呢 在佛话里面讲 阿罗汉了 你不是凡夫了 立向 人道立向 就是说 你不再执着 一切现象 你先是平等的 你就超越 六道凡夫了 你整阿罗汉国了 要不分别了 那你就是菩萨了 不起心 不动念 你就成佛了 所以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是 叫我们了解 四十真相之后 不要再止住 要从这里下手 它变化 经谁指挥呢 佛在经上讲 一切发从心想神 心想在指挥 心想善 这个心想是善的 心想悟 这个心想是悟的 一切发从心想神 那我们要希望我们自己的相貌好 身体健康 你多想想善的就好了 心态 决定 我们的相貌 决定 我们的健康 心态 不是别的 六道怎么来的 南生万法 六道从哪里 六道从执着来的 四圣法界从哪里来的 四圣法界上面是四圣法界 身闻研究菩萨佛 从哪里来的 从分别来的 果然不起心不动力的 实发界也没有 实发界就赢了 不行了 可是 你的无时无名习气未断 习气没办法放下 还没放下 所以还有一个时报专业图 那时报专业图怎么来的 四十叶平无名习气 这个里头习气有后波不一样 所以佛把它分成四十一个等级 虽然有四十一个等级 对你丝毫没有妨碍 为什么呢 你已经不起心不动力了 那个无名 不要去理他 时间久了 自然就没有了 要多长的时间呢 经常讲的三个二十七节 自自然然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那就射包专业图 圆满现现了 回归自信 真的究竟不过 这么回事情啊 总的搞清楚 搞明白 明白之后 你才真肯放下吗 不肯放下的原因是 四十真相没搞清楚 所以他有分别 有支柱 这是很大的障碍啊 如果不真正放下了 那你这一生搞的是什么 佛学 不是学佛 学佛的人 这个搞佛学的人很多 啊 学佛什么 学佛就是放下 啊 我初学的时候 张家大师教给我 看得破 放得下 从哪里做起呢 从放下做起 你放得下了 你才真正能看得破 那看破的时候 又帮助你 再放下一层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啊 就是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啊 这两个方法相复相成呢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到最后 你把无名习气都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啊 这叫学佛 如果 不 不是用看破放下 这个方法的话 那你是搞佛学 啊 佛学跟学佛是两回事情 啊 佛学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界 啊 念佛往生 还得要放下 这个世界上 由于丝毫留念 放不下的 你就不能往生 啊 这世间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 你能带到极乐世界去 啊 所以真正求往生的时候 此地 一起 随时 身心世界 一起放下 这才能去得了啊 最难放下的 就是亲情 这个东西难了 那要真干 真想在这一生 了生死出三界 那从哪里 先要把心 亲情淡化 淡化 不使不孝父母 啊 那你这就搞错了 啊 你要把地磁规 感应片 十三叶 真正落实 落实 又不止住 啊 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啊 外面做得非常周到 啊 那是什么 外面做得非常周到 是普度众生 啊 给世间人 做最好的朋友 啊 那里面 清清静静 一尘不染 这是提升 你自己的灵性 那你每一天 跟极乐世界 相应啊 跟阿弥陀佛 相应啊 你看 出世瓦 跟世间法 是一体 啊 我处世带人 解雾 我的生活工作 给别人 没两样 啊 世间人家 其心动力 严余造作 完全随顺发信 这个重要啊 啊 能理道德 都是 信德里头 自然流露的 你要着相呢 着相 着相叫修善 啊 断窝修善 那不着相呢 不着相 你就成佛 成菩萨了 啊 虽不着相 并没有理想 啊 大家天天都看电视 你想想我这个比喻 荧光木跟里面线的色相 你常常想着 它有没有理 不理不解 不急 啊 屏幕是真的 永远不变 啊 里面那个境界 境界像啊 现地像啊 刹那刹那 在变 啊 它不会停的 啊 变得速度多快呢 这个常识 现在人都有啊 啊 我们形容它 刹那刹那 啊 不是一秒一秒啊 啊 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万分之一秒 它真的变化 啊 啊 可是 我们宇宙 就现的这个像 就像屏幕里面所现的 那这个速度多快呢 弥勒菩萨告诉我 一秒钟里头变化多少次 一千年 百八十兆次 啊 经文上的原文 是一坛纸 三十二亿 百千年 啊 一坛纸 里头有多少啊 三十二亿 百千年 啊 百千 就是十万 三十二亿 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这一坛纸里头 三百二十兆 啊 那我们坛纸 我能坛四次 我相信还有比我坛的更快 啊 啊 那坛五次呢 那就一千六百兆 六 啊 一千 六百兆啊 啊 一秒钟啊 啊 不是万分之一秒啊 是万分之一秒 不是啊 啊 啊 这在那里变化 啊 一个念头是一个 一个 一个一个现象 前面灭了 后头他又生了 所以我们看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是 是什么 是相似相许相 那他不是真的相许 相似相许 啊 他变化 听谁指挥呢 佛在经上讲 一切发从心想身 心想在指挥了 心想善 这个心想是善的 心想悟 这个心想是悟的 一切发从心想身 那我们要希望我们自己的相貌好 身体健康 你多想想善的嘛 就好了嘛 心态 决定 我们的相貌 决定 我们的健康 心态 不是别的 我们居住这个环境 好坏啊 也是跟我们心态有关系 如果我们地球上的居民 每一个人都想是善业道 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就没有那样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